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包括了花莲市的福德庙、福安庙 吉安乡的五谷宫、福晋宫 寿丰乡的山林福德庙等庙宇 都是供奉福德正神的庙宇 而在14号也分别举办了 土地宫的圣诞千秋大典活动 县长徐真伟专程前往上乡祝寿 并且全心地为花莲地方来祈愿 期盼花莲日益幸福 各产业可以繁荣的发展 至逢农历2月2号土地宫圣诞 县长徐真伟协同信众前程参拜各福德庚庙 祈求鲜应苍隆 公奉福德正神的花莲市国联福德庙 福安庙 吉安乡五谷 福晋宫 首峰香三林福德庙 10号分别举办祝囊 贺寿团拜圣诞千秋大典 现在许真伟专程前往参乡祝寿 并且前程为花莲地方祈愿 期望花莲日益幸福 各产业丰富发展 现在许真伟丹任主机官 并遵循古法参乡祈福 玉栖献花献果及献棉薄 祈求土地公博庇佑 期盼花莲日益幸福 各产业能够繁荣发展 大参乡肉 之后则是账不绝口 除了肯定现在许正会失证能力之外 现在许正会表示 土地博公是地方信仰中心 就像村长里长一般 全年无休所护 邻里相亲的平安 更是带来好运的正财神 而在14号这一天 是丰富的正神诞辰 祈愿全球能够早就结束肺炎疫情 回复其日健康快乐的生活 现在许正在新演张正志 简安相当于书贞 简安相当于书贞 以及地方失神的平衡之下 全神持相参拜 且求释放众神 颇佑花莲献金百姓五丰登 也期盼土地博公 保佑花莲献金昌龙 事实无灾 八戒友情百叶兴旺 更让花莲成为幸福大仙 记得绝望 华师父老